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麦 不香油涂身 不观听歌舞 不非时时 也就是持斋 或舞不时 随喜您的功德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教法师救护众神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今天下午有讲到 今天是达摩祖师的圣诞 那达摩祖师他讲了 恶入四行门 这个很重要 什么叫恶入呢 第一个叫 理路 就是道理 道理是什么 一切都是空无自信的 没什么好分别的 所以达摩祖师说 理路 就是各位你要了解 一切都是空无自信的 所以也没什么好快乐 也没什么好悲伤 也没什么好执着 但是我们会觉得 爱情是真的 有钱是真的 有人尊重你是真的 得癌症也是真的在痛苦 那事实上各位都会背 来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硬坐如是观 凡是你看到的 你想到的 这些有违法 透过因缘所生的 都是假的 如梦幻泡影 就像做梦一样 幻化的 应做如是观 这个观就是一种正确的想法 这个叫理路 理路以后 进一步如何达到这个 那达摩主持讲了 四种方法 背一下 报冤行 随缘行 无所求行 称法行 那所谓报冤行是 就像我们来投胎 是随着夜报来的 那这个夜报我们 欠人家什么 你就要还什么 就像你 你杀了一只猪 那你就欠他一个 生命的债 你欠人家钱 要还钱 所以我们人 投胎到这个世间来 除非你是大菩萨 不然我们大部分 都是欠债来的 只是各种因缘不一样 那所以你来这个世间 碰到不好的痛苦 那我们 我们要有惭愧心 如何还给他 我们要冤心 来常债的 所以欠人钱 不能再大生 抱冤行 就是你要有 惭愧心 也不要骄傲 偏偏偏我们现在做人 喜欢骄傲 有钱 漂亮 健康 我的皮肤比较白 我的头发比较漂亮 他就有一点点 骄傲心 那这样不好修行 当然我们要达到 所谓的空性 刚才讲的 体悟我们的佛性 那首先你要有这个 惭愧心 所以什么叫菩萨 那叫欠众生债 因为众生都是对我们的爸爸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你要了解 所以众生对我们都有恩 所以我们是要来还债的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做众生老母亲的仆人 他打你骂你 我还是要服务对方 希望对方离苦 要有这个惭愧心来还债 这个叫报冤行 所以各位你听我这样讲 这是真理 释迦牟尼佛讲的真理 透过达摩祖师 那你就要放在心里 好 这个叫修行 修行是一种心态你的决定 就像你看心经 他跟你讲空 那你要相信 绝对是空的 只是我自己做不到 所以我有惭愧心 好好的去念心经思维空性 如果你要强词夺理 傲慢 那就是对佛法跟你没有缘 没有缘 所以就像你现在在吃肉 法师劝我们吃素 那你说 对不起啊 我做不到 那可以 因为你 但是如果说 这个我不太相信 那就没办法再 再谈佛法吧 是因为你自己做不到 因缘不足 有惭愧心 这样可以 所以因为 永恒的真理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 对自己有惭愧心 对众生有报恩的心 对三宝有信心 看见一下 对自己有惭愧心 对众生有报恩心 对三宝有信心 首先你要有个正确的心态 就像很多妈妈在超度 堕胎胎儿 为什么超度不了 超度不了是因为 你把这个胎儿 不当做是你亲生的儿女一样 因为你没见过她 就想要赶她超度 给她超度 但是你没有真心的去爱她 向她忏悔 去爱她 那你身上就有很多妇女病 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所以那你要超度她 不管是超度爸爸 超度身上的冤心在住 首先各位你要跟她忏悔 忏悔 所以然后呢 对她有报恩的心 要对她好 那我想修行是一种态度 各位你对人的态度 对整个世界的态度 有一个正确的 所以他们叫知恩念恩报恩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 报父母恩 报众生恩 那这个 他不了解佛法 所以第一个 报冤行 第二个 听一下 随缘行 那随缘是什么意思 不是乱七八糟 因缘果报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要诸恶末 做 众善奉行 要随顺 因缘 当然这个因缘里面 今天你得到很大的福报 很健康 很有钱 这也是你修福报来的 你要 你要懂得 习福 再造福 那今天你很努力赚钱 没钱 那这是因为你过去 没有布施 乃至有偷盗 你要随顺因缘 所以今天你的钱被偷了 没有莫名其妙了 今天你的钱被骗了 也没有莫名其妙了 我记得那天 有一个大老板 他投资 赚了很多很多钱 他最近投资就开始被骗了 他很懊恼 睡不着觉 那因缘是怎么样 他福报用完了 人有福报的 比如说你有100分的福报 很多人帮助你 然后你福报到了 再来你没有再修福报 所以你再怎么投资都亏掉 而且你没有福报了 云青在主开始来找你了 他有一个朋友跟他合作 讲解十年了 投资很多 结果都没有开发 他现在要给他分一点钱回来 对方还要告他 不然说你要全部买走 弄得他很懊恼 很痛苦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 又睡不着觉 就快要生病了 那这个就是 如果你懂佛法 当然他问我们 我就跟他讲 这是个因缘道 而且对方 上辈子你搞不好欠他很多钱 你骗过他的钱 他现在呢 就要来找你了 你再怎么告都没有用 是你欠他的 你现在要赶快向他惭愧 修功德给他 慢慢的事情 可不可以改变 所以 那如果你不懂谁言 那你就会生气 气到生病死掉 十年的老朋友 居然还骗我 还要告我 那你要看当初你 过去是你怎么骗他 所以各位你 修行你要相信因果 人有前世的 你不能不甘愿 累结累世的 所以佛陀的故事 讲了说 他很多前世的故事 佛教的故事 各位如果愿意多看 多听 但是你要相信 百分之一百 今天你为什么眼睛痛 骄傲的人容易眼睛痛 因为眼睛嘛 长得高 看不起别人嘛 那不一样的心态 就不一样的器官 产生问题 所以 不一样的业 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果报 那所以各位了解如此 除了随顺因缘 就要决心断恶修善 开始修行吧 所以抱冤行 就是我没有惭愧心 来还债的 佛达摩祖师说 随缘行 那你叫随顺因果 那既然随顺因果 念一下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守持戒律 常行不施 你要这样去做了 这个是人天福报 人天福报 做人快乐 来世快乐 只要你能够 守住人的本分 那人的本分 别人对你不好 你还是要做好 你太太对你不好 要随缘 因为你过去对她不好 这很正常 但是你能够忏悔 又能够修善 回向给她 关系就会改变 修行是一种改变 这种改变是你心态改变 行为改变 你的命运 世界才会改变 你不改变 一直讲对方的错 那是没有用的 随顺因缘 断恶修善 慈戒布施 第三个 念一下 达默主持想 第三个行 来 无所求行 那再来各位 你要了解空性 虽然你做了很多善事 但是不要说 我想要享受 升天 如果你能够 你要达到空性 就是成佛 那各位要有出力性 了解 一切的存在 都是虚幻的 所以 以无所求顾 菩提撒多 做什么事情 是为了对方 而不是为了自己 做什么事情 是还债 而不是为了自己 要心甘情愿 无所求行 念一下 有求皆苦 执着就苦 所以快乐痛苦 决定在你自己吧 我们来这个世间 是来还债的 来把本分做好的 但是随顺因缘 凡是因缘所生法 念一下 缘起性空 凡是因缘所生法 爱情啊 身体啊 家庭事业 国家啊 世界 都是因缘合合的 那因缘合合的万法 它本体 都是无自性空的 这个花 不是永恒的 那个灯 那个食物 这个麦克风 这个房子 都一样的 就像天上的彩虹 它只是一个 因缘合合 组合体 当我们大家很好心 做好事 念阿弥陀佛 彩虹出现了 所以它也是 因缘合合 你的心态 也可以改变世界 但是它不是永恒的 所以各位要了解 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道理 就不会起心动念 无所求行 它是一种解脱道 出离心 或者是思维空性 既然思维空性 快乐跟痛苦 它不过只是一个感受 所以心经说 色受想行事 都是空 你要以真理的眼光 波罗波罗蜜多 去看一切的存在 色受想行事 物质的心理状态 这个身体 也是一个组合体 你不要喝水 几天看看 它就死了 现在各位不要呼吸 三分钟它就死了 没有氧气 你就会死 所以你要感谢树 多种树 感谢阳光 感谢水 甚至我们这个身体 就是树 有树的养分 有阳光的力量 有水的力量 我们的整个生命 离开这些阳光 土地 水 国家 社会 不能存在 所以今天你生在马来西亚 生在中国 生在台湾 生在美国 他都有他的因缘的 但是 虽然因缘有好 有不好 但是他都是一个 暂时的现象 结婚 习这个因缘 借这个新因缘 来常在 来跟对方 结善缘 也结法缘 这样就好了 不执着 如果你 你硬要要求怎么样 你就很痛苦 对方缺点很多 正好修行 你可以修忍辱 对方 优点很多 你可以修水洗 这样就好了 但是利用因缘 来修行 但是呢 一切有水源 这个世界 是一个五着二四 千万不要去 要求这个世界 会越来越好 这个叫末法 末法就越来越糟糕 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 看起来科技 手机 智慧很进步 那这个社会 人心越来越乱 行为越来越偏鬼 因为他有他的因缘 佛陀在经典都写了 所以我们只能说 无所求的 去奉献 这样就好了 这个叫 无所求行 第四个 大乘佛教的重点 来 称法行 什么叫称 称就是 符合 什么是法 你要成佛 达到成佛的空性 那你要按照六波罗蜜去做 能够自立立他 那这个叫 我们叫上四道 成佛之道 发菩提心 发四红四愿 来成就六波罗蜜 希望福德智慧圆满 成佛 那这才是正的 佛性 空性 最好的方法 所以称法行事 各位 你做什么事情都要符合 念一下 空性 大悲心 菩提心 这个法 所以各位 现在学佛了 不是我的想法 只有佛法 没有想法 如果你有想法 想法是分别的 是意识的 你会痛苦 你要把任何一个事情都符合佛法来看 你就可以超越这个事情 不然你会这个事情绑住了 你会觉得成功健康才是快乐 失败生病是痛苦 那你就像感冒啊 很痛苦 因为这个世间本来就是变化 念一下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有受皆苦 这个世间本来就是真相 就是这样 变化 没办法主宰 所有都会 所有的感受也是变化无常 所以痛苦 所以 这个世界 要追求的是涅槃极境 你的内心里面 不会再起心动念了 所以你的心态要有这个空性 但是讲空性不离开因果 刚刚要讲的 随缘形 你一定要随顺因果 断乐修缮 持戒不失 虽然讲空 空啊不要执着 就像以前人家拿饼干 我说这个有鸡蛋 万法皆空 不要执着 我说你这个乱讲 你干脆去结婚算了 出家人不能 出家人要符合戒律 符合因果 然后再来讲 这个可以 对 诸恶末座 众善奉行 是因果 致敬其义 是空性 那可以 你不能离开诸恶末座 众善奉行 就讲万法皆空 不要执着 一切随缘 那你要看情况 讲话 肉来就吃肉 没有 那这样就乱了 因为符合戒律 不该做的不能做 该做的要去做 所以称法行 六波罗蜜 你也讲 以不失度迁滩 对 就是说你要符合 大悲心 看到众生苦 你要帮助他 那帮助对方 无所求的 是为了让对方成佛 也让自己能够成佛 那帮助对方 借这个机会 来消除我们 对金钱的占有益 不要吝啬 因为这个世间 根本没有我 也没有我的财产 但是 我们人的习性 就是财产是我的 财产是我的 我要抓紧 但是佛教我们要放下 这个钱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 供养三宝 帮助众生 这样就好 而不是 你要 执着这个财产 所以佛陀叫我们 布施 而且布施的时候 你还要符合 我布施是要消除 我对个人金钱财产的 执着 也要符合大悲心 以布施来成就 成佛的资粮 菩提心 那所以你布施的时候 叫符合因果 符合空性 符合大悲心 符合菩提心 这个叫称法行 我认为佛教最难的 就这个地方 就是说 供一朵花 你要怎么想 供一个灯 你要怎么想 你不能说 我守纪律 去骂人家破戒 我守戒 是要对自己 永远断除 伤害别人的心态 你再怎么不好 你再怎么伤害我 我都要对你慈悲 而不是我要报复你 这叫持戒 消除毁犯 这是第二条 那所以各位 一定要去守戒律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五戒 八戒 十善戒 菩萨戒 这些你要去做 你这样才不会去 伤害到自己 伤害到众生 而且持戒 让别人相信你 今天你是个会计 你永远不会贪污 那老板多快乐 所以今天你是个人 但是你永远不会骗人 那谁都欢迎你 叫持戒 要做一个 你要做一个菩萨 正的佛性 那你一定要让别人知道 你永远不会报复 不会伤害别人 所以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今天你跟这个男生结婚了 跟这个女生结婚了 这个太太 她一辈子 你三天没回来 她也放心你 因为你让对方信 不会让对方猜忌 所以持戒 免得去伤害别人 而且持戒还可以感动众生 持戒还可以升天 念一下 戒为无上菩提本 那我们持戒 究竟才可以成佛度众生 你不持戒没办法 第三条 念一下 以忍入断除称慧 称法行者 不能生气 做佛菩萨 不能贪心 不能吝啬 第二个 不能生气 不能恨别人 不能恨别人 那为了如此 所以各位你要忍 千万不要说 我有钱 我比较大声 我力气大 我可以骂你 你不敢对我怎么样 那你现在好像很嚣张 将来你就很可怜 人有轮回的 善恶有报应的 所以碰到什么事情 都要接受 这个忍不是忍耐 而是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我 这个身体只是一个夜报 他会得癌症的 他也可能会健康 但是癌症来或是健康 你都不能执着 你不能只喜欢健康 讨厌生病 那你就会很痛苦 那所以你要忍 忍入 这个生病了 那你要告诉自己 除了要忍 然后你要去思维空性 透过这个生病 我可以消除 我对身体的执着 透过别人骂我 我才可以去消除 称慧心 我不能发表 我不能生气 因为这个贪嗔痴 会让我生死轮回 贪嗔痴没有办法成佛 所以那你要借机会去忍 所以我想我们修行 不喜欢追求顺境 逆境比较容易成佛 就像各位看那个鲑鱼 它要逆降流油 可能死在半土 但它才可以达到 它传宗接代的目的 它要在逆境里面成就 也要在逆境里面 才回到源头 回到我们的佛性 那当然各位我讲这个 就是说 你有没有那个根气 愿不愿发这个愿 我从今天开始修忍辱 不管别人怎么伤害我 我都要忍 只有忍忍到不用忍 空性 呼声罚人 不要抱怨 事情 你越忍越消业 你今天不忍 下辈子还是这个事情 明天还是这个事情 你忍过一次以后 这个业就消了 所以有一句话说 人家骂你是消你的口业 多好 因为人家为什么骂你 因为你过去骂过人 那你如果再还他一句 那下回要找你又还两倍 那生生世世 他骂你一辈子 就是这样 第三个 忍辱 堵称慧 那各位要知道 不能生气 第四个 我们知道 不失实戒忍辱 这样可以修福报 可以消除贪心 不要伤害众生 可以修忍辱 但是各位要专心 很认真去做 要精进 精进的去 不失实戒忍辱 精进的去念佛诵经 精进度懈怠 不然呢 人生难得 各位听到 活得很困难 各位 活得很困难 活得 各位能够坐在佛堂 走来走去 很难得的 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宗教 这么多法门 我们能够接触 大乘佛教 一个很好的 空性 悲心的 太难得了 所以各位 不要每天忙着赚钱 像各位今天 礼拜二还不用上班 真有福报 有福报 人家这边忙得要死 没办法来 听佛法 但是你要习福 既然你懂了 那你念 欧玛丽辩命后 也要很认真 你念阿弥陀佛 我也要很认真 不要用嘴巴念 心没有念 因为万法为心 我们透过外在的行为 来训练我们的心 那你要精进 专心 不退转的 去做 第四个 第五个 来 禅定度散乱 禅定就是你能够专心 就像打坐是禅定的帮助 念佛是禅定的帮助 那你心就不会乱想 散乱就是贪嗔痴 乱想 甚至昏沉 爱睡觉 乱想 不专心 那各位一定要修禅定 禅定也可以开发神通 那禅定可以让你的心 定住 不乱飘 然后你才能够进入真理 所以各位要经常修禅定 超定 你心情很不好 忧郁症 多超经 因为超经一笔一化 你很容易定 心就不乱 忧郁症就是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心 他坚持要这样做 他坚持要这样做 就变成强迫症 然后忧郁症 然后就会做出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莫名其妙 那你忧郁症 魔鬼又来找你 这下完了 利用你的身体伤害你自己 利用你的身体伤害你的亲人 那因为你的心乱了 所以各位你要经常 练习禅定 打坐 经行 超经 念经 特别背经典 就像各位在背大背咒 背认言咒 你经常要 要让自己有机会很认真 那这个只能 那禅定的人 他就不太喜欢讲话 而且他个性控制得很好 他不是不会生气 禅定是 他会生气 但是他忍得住 因为他心控制得了 惩罚性 第五个 念下来 第六个 般若度于痴 那有了不思慈戒 忍入经济 这个戒 这个戒 这是该做 你就可以一路禅定 禅定以后 你就可以看清楚真相 所谓般若智慧就是 实相 真实的面貌 真实的面貌是什么 万法都空的 白色的花 红色的花 蜡烛 那只是名字 名字 如果你把它火化了 统统最后变灰了 它本体 是一个无字性的 外面有彩虹 对吧 对吧 不错了 现在有彩虹了 这么大圆满的彩虹 大家觉得内心很快乐 所以希望 黑白的天空 经常出现彩虹 那这个彩虹就代表一个漂亮的心 大家有善良心 大悲心 菩提心 特别有达摩祖师的加持 希望我们找得开悟 找到自己的自信 佛性 那是最重要的 生命的任务 绝对不是吃喝表赌 结婚生小孩 那是世间法 没办法 随顺姻缘 那最主要找到自己 找到空性快乐 这个清净的快乐 慈悲的快乐 所以佛成佛了 就像梁武帝 以他皇帝的立场 做了很多功德 盖寺庙 供养出家人 梁武帝还会讲经说法 但是他没有正的空性 执着这个功德 所以达摩祖师说 没有功德 哎呀 梁武帝生气啊 怎么会 我做这么大的功德 说没功德 为什么 所以各位 你做了很多的善事 做了很多功德 但是你内心里面还是 怕怕烦恼 怕得癌症 怕变化 代表你内心里面 没有空性 就是你还有执着 没有智慧 那就好可惜啊 所以这一点 请你记住啊 今天来拜佛 拜了老半天 希望我老公对我好一点 那万一老公不在了 那你不发疯啊 那就代表你没有正的佛教 讲了自由 自在 真如本性 一个找到佛性的人 你给他几千亿的美金 他都不要 他只会拿这个钱 赶快去做善事 一天就把他做完 因为自信才是如意宝 那自信我们讲的就是菩提心 一个无我空性的菩提心 才叫自信 达摩祖师到中国来 就是希望 我们中国人 华人很喜欢拜佛 特别大乘佛教 连梁武帝这么伟大的 连神光禅师 讲经说法都不可思议的 但是呢 像神光禅师在讲经说法 梁武帝 那个达摩祖师在后面听 神光禅师就很骄傲 你看 我讲经说法讲到 印度人都来听了 听不懂也坐在那边听 这样 然后等神光禅师讲完佛法吧 讲完佛法以后 达摩祖师就来了 达摩祖师就问神光禅师说 你在讲什么 我讲经说法讲什么 你讲经说法 你自己得到什么吗 你有解脱吗 你根本没有抓到佛陀的精髓 我听说有一个故事说 神光禅师气得要你把 那个铁的链珠 打了达摩祖师的脸 把他门牙都给打断 达摩祖师都没有吐在地上 为什么 吐在地上 神光要下地狱的 圣人的牙齿 被你打到地上 所以他叫吞门牙 就这个故事来了 达摩祖师就走了 走了以后 神光还很骄傲 你看看 没话讲了吧 走了 但是过了几天 神光自己生病一场 才知道自己怕死这么痛 讲了老半天 讲空性 叫人家放下 他一生病 他就呱呱叫 自己就知道自己错了 所以就赶快探听达摩 达摩祖师就跑到少林寺 面壁了 面壁九年 结果神光就跪在后面了 跪在后面 跪九年 你看看 跪到断壁求法 对 为了表达他的决心 有很多讲法 他用自己的刀子把斩断 因为达摩祖师说 除非地上的白雪变红色的 不然呢 那你要得到法 很难 所以他就断壁求法 达摩祖师来传法给他 叫恶祖 给他改名字叫慧可 他本来叫神光 所以初祖达摩祖师 恶祖慧可 到六祖 会能打法师 所以我讲这个意思说 各位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福报功德 但是如果你会怕死 生死不自在 怕没钱 你还会轮回 那这辈子就白来了 白修行了 我们修行最高的目标 希望按照新经 一波罗波罗蜜多故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没痛苦了 一波罗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碍 没多患慰欲 患慰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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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无挂碍 所以你要有这个空性 而追求成佛 这才是最圆满的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所以 那这个才是达摩祖师 要我们 直指人心 不立文字 你时时刻刻可以的观察自己 所以最后一个刚刚讲的 称法行 再念一次 以不失度千滩 以慈戒度悔犯 以忍辱度称慧 以精进度懈怠 以禅定度散乱 最重要 以般若度愚痴 这最重要 如果你有愚痴执着 我 我的 明明是花 明明是什么 你有这个像 分别 那你就会执着 没有空性 所以各位呢 般若不是读书叫般若 般若是一种 一种真实 冷静的分析观察 像各位喜欢拜佛 很多人很怕鬼 鬼跟佛 都是空性的 哪有鬼 只有佛 众生皆有佛性 但是如果你 你不会分的话 我们超度鬼 是因为慈悲 鬼也可以成佛 今天搞不好 他就去极乐世界了 好 那边不讲话了 这个重点 我是提醒你们 做义工很好很好很好 会有福报 对对对对 我不是生气 我怕你照页 因为我们到佛堂来 就是要修行的 不是要来做老大的 不是要来聊天的 就像很多人来找我出家 我问他 你为什么要出家 如果你没有 解脱生死的决心 不要来出家 你没有真实 要利益众生的菩提心 也不要来出家 因为我们是大乘佛教 你来出家 只是为了个人的福报 不用做事 可以打坐 可以休息 那你来出家 没意义 因为大乘佛教 是要利益众生 不怕苦 不怕难 去利益众生 唯有这个世界的众生 都离苦了 就像我们拜 地藏王菩萨 众生度尽 方成菩提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还要下地狱的 那这样你才叫 大乘佛教 那不然的话 修行没有做到重点 但是你要发菩提心 那达摩祖师说 第一个 你要有惭愧心 抱怨心 第二个 你要深信因果 随缘心 第三个 无所求行 你要有空性 不执着 第四个 你要自立立他 真实地去对待众生 不思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不忍 每一件事情都要符合 波罗命 像各位今天来 你要想说 我是为了利益众生 来不思 我来 我守规矩 持戒 我来这边 一下热 一下冷 一下断电 一下出彩虹 你要忍辱 而且来到这个过程里面 保持精进的修行 要精进 来的过程里面 不要有不好的念头 要专心 而且来了 要符合空性 那你来就符合六波罗命 放生符合六波罗命 点灯符合六波罗命 每一个动作都符合六波罗命 就像各位供养红包 供养师父 你要符合六波罗命 不思 那我自己呢 要持戒 那我呢 这个过程 我都要忍辱 我要一心一意的 所以我要保持正念 我要了解 金钱是空的 但是化成一个菩提心 来供养平等的所有身重 我用我这样的供养 能够成佛 能够回向给六道 那你要把 布施 圆满 圆满波罗命 那这样就有意义 那是说达摩祖师 虽然讲空 讲禅 一句话 但是他告诉我们 那你要达到 那有一步一步来啊 所以 那你要时时刻刻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而且做这个 会不会影响别人 你会影响别人不好了 对你就不好 你的每一个态度 就像各位小姐 不要一直穿得很漂亮 性感 这样对你不好 你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这样会引起人家的分别心 跟欲望 对你不好 所以各位你要保持正念 我是个三宝弟子 那我所做的一切 叫对别人有帮助 对自己有帮助 随时可以让自己有出力心 随时自己不会执着 佛很重要了 随时真实能够帮助众生 不要有所求的 去做每一件事情 我出很多钱 希望别人都认识我 如何如何 那这样以后 反而伤害你 所以修行一定要有老师 来帮助你 如果没有老师 那不知道你的缺点 你就不能进步 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 所以佛教是老师跟学生的教育 但是做老师不容易 达摩祖师要找一个学生 要面壁九年 做学生要找老师也不容易 没有九年的忏悔 没有决心 那也得不到佛教的精髓 虽然蒋经说法 神光大师 虽然国家皇帝 吃素的梁武帝 都没有做到 禅的道理 空性的道理 剥了智慧 真正的菩提心 那就好可惜啊 所以我想 这是我们修行的重点 那各位要放在心里 如果你问我说 怎么样达到空性 那我只能回答你 我没有达到空性 但是按照慈悲心 努力的 无所求的 努力的去帮助众生 保持正念 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每一个念头都知道 我在干什么 我在干什么 清楚 就像打坐你脚很酸 你要知道我现在在酸 那等一下就会过去了 你每一个念头 你都要很清楚 清楚以后 你就会超越它 但是你不要失去控制 失去念头 但是我们是修大乘佛教 念头应该是什么 那就是应该慈悲 追求菩提 普度众生 万法皆空 就像各位读心经啊 就是万法皆空 读菩门品啊 大慈大悲 读还原经啊 成就菩提心 那这些各位一定要去看 特别今天达摩祖师的加持 一定有他的力量 然后我们修这些福报 这些福报也可以转为空性 它烧掉了 没有了 等一下排位也烧掉了 没有了 上供了 变成一种力量了 上供下施 本体也是空性 不执着了 但不执着不是不做事 虽然讲空 时时寂寂了 去深信因果 断了修缮 这个比较圆满 好 那等一下我们要到 先里面 你有消灾 那希望各位每天都要回向 并不是今天才回向 有人给我说 师父我去年有参加超度了 他一定超度了 超度是你的事 每天都要超度 你每天做的事情 念的经 回向给你妈妈 妈妈哪一天他就改变了 不是一年一次 所以你要超度你的爸爸 那你要每天 爸爸在你要孝顺 爸爸不在 你要天天也要孝顺 天天共犯 天天与爸爸的名字做功德 天天念新经 来回向爸爸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以后爸爸等于众生 妈妈等于众生 而不是说 我一年才超度爸爸一次 这个观念很重要 超度是放在你心里面 就像我有时候问人家 师父我有堕胎 好 几位 两位 叫什么名字 忘了 忘了你根本就没有念他 你忘了他 他怎么会超度 你要天天念着他 天天都像妈妈 在喂牛奶一样的 给他功德 然后这个小孩子 他一定早就去极乐世界 但是你还在 你还在爱他 各位这个爱很重要 千万不是 堕胎小孩超度了 你就把他丢掉了 直到他成佛 你还是爱他 你懂得爱你的爸爸 你懂得爱你的小孩 以同等的心 不舍弃众生 爱到最后对方成佛 那这才叫地藏法门 这个叫送地藏经 送地藏经不是光念经 而没有做 直到对方都成佛 我愿难尽 那保持这个永远的心态 这个叫自信 自信就是菩提心 永远不变的 一个正面的心态 所以佛陀永远活着 佛陀没有死 佛陀是肉体身身灭灭 佛陀的佛性的力量 像阿弥陀佛一样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来了 阿弥陀佛的力量 就百分之一百来加持 阿弥陀佛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 永恒的存在 而且遍一切处 地狱的众生 愿意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会到地狱去 超度他们 让他们去吉德世界 只是地狱的众生的痛苦业障 根本不会念阿弥陀佛的 所以我想 阿弥陀佛没有生跟灭 这个叫念一下 常住十方佛 什么叫常住 永恒的存在 永恒的安住 所以我们 我们现在的生命 还有生跟死 生有分别 你成佛了 就没有生死 没有分别 任何一个地方 你到月球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会加持 百分之一百 为什么 因为成佛了 它是永恒的力量 不生不灭 所以各位你要追求永恒的力量 无量光 无量寿 任何一尊佛 利度母 莲花生大事 莲花生大事是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的 莲花生大事没有来跟去的 你一念 阿弥陀佛也会 莲花生大事就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骗一切处的 所以我们修行就要达到 这个永恒的力量 那就是我们的佛性 那各位要去找这个 不要光找财产 找爱情 找儿女 这些随顺因缘 那至少你 你能够相信因果 该做了你去做 忏悔要忏悔 慢慢超越 慢慢能够圆满一切 希望我们今天在 达默祖师的加持 要拿到达默祖师的心 这才是重要 跟达默祖师的心在一起 莲花生大事有一尊叫 如我一般 很多人就是按照那个形象去做 莲花生大事不要你去做他的形象 如我一般的心才重要 心才重要 欧玛丽贝美奉 观音菩萨什么形象都有 但是观音菩萨要跟你 你跟他一样的心 大悲心 帮助六道众生成佛 欧玛丽贝美奉 南无大悲观音菩萨 我们要的是那一颗心 各位能够抓到 那你有这样的心 你天天都在大法会 你的祖先不可能不超度 因为功德太大 你只要呼吸 你只要活着 你只要有念头 你就一直在超度众生 一直在超度祖先 我们希望修到你 分分秒秒都在超度众生 像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没有一秒在 停止普度众生 观音菩萨 地上菩萨 文殊菩萨 永恒的 所以我想那是我们在追求的 那为了要达到这个圆满的心态 所以你不能有不好的心态 贪嗔痴 残忍 暴力 你不能用懒惰懈怠的心态 所以佛法是要调整我们的心的 调伏自心 把不好的心态去除掉 圆满正确的心态 不好的心态也不是真的 那是因为妄念 假的 因为真正的心态永恒不变的 像海底 海底是空性的 外面的波浪 随着温度气候在变 那我们的本质要找到 那为了达到本质 那各位要有福报 你要成佛 要布施持戒忍入 那基本上要忏悔 早上讲了惭愧心 报恩心 然后一步一步一步 这个叫菩提道 那各位按照怀音经 或中国八大使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你去看 很多祖师大德都写得非常好 像这一本里面有佛指行三十七颂 然后呢 菩提道次第色颂 写了一点点 然后呢 每一位祖师大德就告诉我们 走路这个的方法 简单的说 念一下 找到自己 回归自信 本质具足 这是你本来就有了 再胜不争 再烦不减 你投胎的地狱 你的佛性还在 你升天做上帝 佛性还是在 只是你没有用佛性 空性 菩提心在做事 那就离开你自信 那所以简单的说 那各位就调整 今天我看到一个女人很美 男人很帅 你又离开自信 又低歌 又好色了 你怎么又去想这个 因为你又离开 那个不是你的想法 你的自信 你又爱你的孙子 爱得要死 你又离开自信了 是要带他成佛 牵着他成佛 不是牵着他的感情 这一点一定要抓住 一定要抓住 既然有缘 做夫妻 做子女 你趁着这个姻缘 要度对方成佛 你要发菩提心 对待对方 那对待对方 不会跟对方计较爱 或不爱 不会执着 也不会放不下 而是要让他离苦 而不是说 解决他金钱的问题 解决他感情的问题 那个是暂时的问题 那我想我们抓到精髓 来服务 所以我浪费了 各位一点时间 希望各位抓到这个 因为这个世界上 多少钱 多少的进步 战争地震 我们都不怕 就怕人类失去慈悲心 失去佛性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人类如果失去了佛性 乃至不相信因果 你可以把科技发展到 一按钮 整个地球都炸掉 很可怕的 你可以发展到 快速到 不可思议 但是离自己越来越远 所以禅就是叫你 回来吧 回归 念一下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不要每天在念 儿子 老公 太太 金钱 成功 失败 如果你回归佛性了 正的空性了 世界就改变了 因为你了解真相 你就可以改变世界 你就可以超度父母 所以随着各位 有没有超度父母 你就知道 我们的心态 正不正确 所以透过外在 也可以了解自己 所以可能各位要花多一点时间 我认为钱够了 我们大家都够用了 不要每天忙着赚钱 要每天忙着找到自信 最后讲一个故事 有一位老人 赚了很多钱 然后呢 盖了很多房子给儿女 大儿子结婚 二儿子结婚 三儿子结婚 然后佛陀知道他 过两天就要死了 就跑来找他 哎呀老人啊 你这辈子一辈子忙啊 来来来 也为你自己忙一忙嘛 来出家 解脱生死吧 老人说 佛陀啊 等我第四个儿子结婚结婚 我现在把他房子盖好 他娶了媳妇 我就去找你 佛陀说现在 现在了 那个老人说 未来未来 结果佛陀叹一口气就走了 等佛陀走隔天 他正在盖那个 搭下来当场牙屎 佛陀说没办法 我已经跟他讲了 佛陀不能说 喂你要死 我才跟你讲 佛陀已经有神通 他知道你 他还亲自来度你 叫你放下 赶快追求 该追求了 这个老人还在 儿子啊 孙子啊 他就这样死了 这个死 这个念头 可以让他堵落 还要靠佛去给他加持 所以我想各位 人生难得 我们人都年纪轻轻 像你如果还没结婚 你就决定 不用结了 干嘛浪费呢 你结婚干嘛 因为大家都结婚了 大家都抱着睡觉 我早会依赖 不然谁照顾我 因为你这么年轻 都听到佛法了 如果你没有思维 那你会觉得 佛法不错不错 但是结婚应该应该 那时候你就会后悔 你会后悔 你没时间修行 因为那个是没必要的事情 而且你看到出家人 出家人的功德 有没有修行 另外一回事 他这里这个光头 穿这个衣服 他就让你看到解脱像 出离心 不执着 这一点很重要 当然进一步出家人 能够表现慈悲 关心众生 那更让我们学习 所以希望各位赶快 找到这个真相 不然世间的成功是假的 自己的成功才是真的 征服生老病死 征服这个心态的爱恨别离 你能够征服他 这个才是最成功的人 最战胜敌人的人 敌人在这边 敌人不在外面 敌人在这边 你的我职贪嗔痴 是你的敌人 所以你一定要忏悔业障 消除烦恼 进一步帮助众生 你消除烦恼还不够 众生母亲都在轮回了 你不能舍弃妈妈 那我入阿罗汉 我解脱了 然后妈妈你去轮回 我不管 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你要尽力的 尽力的去让爸爸妈妈脱离痛苦 所以你要用各种方法 去度众生 陪他 为了要度众生 各位你要先证的空性 如果你没有证的空性 或是从极乐世界 证的无声法人再回来 你会退转 然后说跟妈妈结婚 你看多痛苦了 你要去度这个女人 还跟她结婚了 跟妈妈生小孩了 哪一天你有神通 你会哭死了 因为你不懂 不了解真相 你就会做错事 乱伦了 所以在这一点呢 各位就要追求空性 发菩提心 然后呢 末法时期不好修行 知道 发愿往生净土世界 特别阿弥陀佛 花开见佛 正无声 就找到自信了 不退菩萨为伴 你就学习大悲心 回向娑婆 度众生 那度众生到圆满 你才可以成佛 成佛以后 你才真实度众生 你没有成佛呢 只是大家一起做做善事 还可以啦 没办法让对方开悟 唯有佛 可以让对方正的空性 我们现在跟他讲 说到有嘴没缘 这样算了 种种上根可以啦 因为对方 我也没有空 你也没空 大家就都啊 什么化饼冲击了 吃不到 所以你真实要帮助众生 正的空性 那你一定要正的空性 要找到自信 就是按照心经 那这命中叫大圆满 大手印 中观 那这我们叫般若智慧 都可以 达木祖师叫禅 心法 那你可以用达木祖师的方法 很容易 那各位经常请求 达木祖师加持我心啊 我能够 达木祖师就会进入你的脑意识 这些佛菩萨是百分之一百的 释迦牟尼佛会跑到你内心加持你 阿弥陀佛会进入你的心加持你 那重点是你要打开你的心 你要正知正见 打开你的心 佛进入我的心 那佛也来加持你 你自己也在努力 自利 他利 而且制造很多功德 法利 三利和合 就能够圆满 好 我们来回家 来 一心鼎礼 观音化身 阿弥祖师 慈悲加持 圆满法会功德 记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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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 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HIP委员 陈宇军医师 疫苗保护力是指 接种疫苗的人群 与没有接种的人群相比 减少了多少生病 重症或死亡的风险 疫苗保护力是 经由严谨的 临床试验得知 而各疫苗的试验方法不同 因此相关数据不能直接比较 或评断优劣 所有的疫苗在开放接种前 都必须经过 卫生主管机关的审议流程 确定安全性与有效性 是符合国际标准的 我国提供民众接种的疫苗 都是安全且有效的 并经由ACIP专家会议讨论 来订定接种对象及优先顺序 符合条件的接种民众 经医师评估后 接种COVID-19疫苗 不仅可以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的健康 南摩一切诸佛海会如来 南摩一切诸佛海会如来 南摩一切诸佛海会如来